接下来呢 我们看下一个值得点的结束 确定审计风险 确定一下 其实呢 这个只是这么说 我们呢 经过这么多年的审计 已经呢 这个事务所就定下来了 不同的业务 我们的审计风险是什么 但是呢 我们现在是在讲理论 所以呢 咱们先说理论上 咱们怎么去确定这些风险 然后再说一下 事务当中 我们到底该怎么做 好吧 我们来看一下啊 那在这里啊 我们来看首先是什么呢 你要想确定什么风险 那么 有重要的方法风险评估 你要呢 考虑检查风险 对吧 所以第一个 我们来说一下 检查风险 对于检查风险这个定义啊 我希望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表述的不是很对啊 这话 他这么说了 那检查风险是什么 什么什么什么情况 那么如果啊 我们用正常的语文的 那这个文法来说一下 语法来说一下 所以检查风险是风险 那对于没说一样 所以这个内容啊 正确表述应该是什么呢 应该这样的啊 所以检查风险 它是一种可能性 什么可能呢 就是如果存在着某个错报 存在错报 而且错报或者单独 或者其他错报 可能是重大的 好了 那接下来 我们注意的是 为了将检查风险 降到 降低到 可接受的 低于水平 然后做了 审讯程序后 没有发现这种 错报的可能性 这叫检查风险 那这个指的是什么啊 注意 首先 它是有 重大错报的 或可能 是重大的 这样一个错报 总之是有错报 然后我们注意事 做了程序 但没有发现 这个错报的可能 这叫假风险 所以这得要注意 那这个责任 就在我们注意事 你做程序了 有错报 没发现的这种可能 而这错报 可能是重大的 那这样的话呢 是不是有责任了 肯定有责任 好了 我们还是看一下 审讯意图 那这里呢 这个审讯意图 就要注意了 那不能光是 看人管理层了 这块 现在呢 已经明确说了 有错报 有错报呢 在这块 宇宙爱师干什么的 你来审计 那如果你审了 有错报 没发现的 这种可能性 在这里面 那这就是 检查风险 检查风险啊 那这时候 责任就很明晰了 是谁 检查风险 可是你注册快失的责任 所以咱们来看啊 重大测试风险 被审计单位管理层责任 检查风险呢 注册快失的责任 那么这个假风险 很明显 是和我们审计程序有关 要是 他用我们注册是 为了将审计风险降至 降低至可接受的定位屏 然后呢 我们确定了审计程序的性质 实验安排范围 那关键呢 你做这个程序 没有发现这种错报 那这种可能性就要假风险 所以呢 他肯定跟程序有关 所以这个假风险 大还是小 是居于我们审计程序 它的设计啊 它的确定啊 你的执行的有要性 审计程序设计是否有效 执行是否有效 这是假风险的影响因素 所以就这则在谁 做快失了 那么说了 一般来说 我们做下列措施 有助于提高 审计程序 及执行的要性 来降低 我们主要是 选取不适当的审计程序啊 错误的执行了 适当的审计程序 或错误的解释了 适当的结果的可能 也就是说 一种可能程序 本身就不适当 一种我程序适当 但执行的不对 或是呢 程序也适当 执行也对 但是呢 这个结果这一块 解读上有问题 错了 拿到信息解读错了 那么我有一些办法的应对 又是应对假风险 怎么办呢 一个制定恰当的计划 然后呢 为项目组分配合适的人员 此外保持职业怀疑 跟咱们前面有关联了 职业怀疑 它是影响职业判断的 而且职业怀疑这块 影响我们审计质量 再一个复合 监督应执行的审计工作 所以在这里啊 整个这一块 其实都是我们审计计划的内容 也就是说 对于这一块 主要是一道项目合伙的工作 因此呢 这个内容 借我们第三篇 审计划篇的相关讲解 结合这个第三篇内容来掌握 于第三篇就开始讲计划的问题 而且主要讲什么 总体审计策略 我们合伙人来定的事情 那刚才说的这些内容 都是合伙人才能定的 好吧 这是咱们来说一下啊 那再有一点呢 要注意 审计是有固有限制的 我们这个检查风险 也只能降低 而无法消除 所以检查风险也始终存在着 控制风险始终存在 检查风险也始终存在 所以最后导致什么 导致审计风险 它也得始终有 所以会回到我们前面 我们做开始审计 只能是合理保证 无法做到绝对保证 因为无论是控制风险 还是检查风险 还是重要错误风险 都是始终存在着的 那为什么检查风险 不能降低为零呢 那在这里咱们来解释一下 它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个是技术原因 专业性的问题 一个是数量原因 工作量的问题 咱们分别来说一下 分别来说一下 首先一个数量原因 就工作量的问题 就是我们注入开始 现在的审计 在这一块 通常不是绝对啊 通常不会对所有的交易账户 有一个披露来做检查 通常就一般情况下 我们审一个企业 不是所有都检查一遍 那你要不是所有都检查一遍 难免就存在一些 说这里有错报 甚至是重要错报 然后没发现的可能性 这样一种啊 但注意我用的是通常二字啊 通常二字这块 而不是说绝对的啊 因为我们有时候 也可能会出现 所有东西都检查一遍 这还可以吗 有的 我们呢 在去年的时候有个业务 当时就是做了一个 详细的检查 一个都没落下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业务啊 整个评论就一本 全年所有的交易就这一本 没别的 那相关的交易没多少 所以这时候我是可以 百分之百检查的 但除了这种特殊情况之外 其他的大多数情况 那咱们说正常一个企业 你做了一年的仗 有时候是几十个人 做了一年仗 然后让我们做爱事 短短的那几天十几天 都看一遍 不现实 还有其他交易呢 那不太现实 所以一般来说 我们没办法都检查 特殊情况也可能都检查 这是一个原因 所以假封也不能降为零 那我都检查了 是不是那家就可以降为零的 也不行 还有一个专业技术原因 就是说在这里面 我们可能会出现什么 选择了不恰当的 审讯程序的情况 或者是呢 审讯过程执行不大 程序恰当的执行不大 或者是呢 错误的解读了审计的结论 那当时我们那家企业 审的时候 其实很难 你别看就那一本账簿 我们的收费五万元 就一本账簿啊 就这一小本 就五万 收费五万 那收费五万 其实我们也很头疼 因为光是这个职业判断 这里面就有很多 因为这里是有很多的 金融工具的问题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会花了很大的精力 来考虑它的 因此呢 即使都查一遍 也不是我看完之后 就没事的 我们依然有很多职业判断在里面 那这时候可能我们程序 没不恰当 执行也是的 但是这个结论 这个判断就很难 所以我们说了 检查风险是不可能降为零的 好了 咱们说重大错误风险说了 检查风险说了 我们来说说审计风险 前面咱们说了啊 审计风险 就是报表重要错报 我们发表了不恰当审计意见的可能性 然后它取决于重要错误风险 假风险 刚才已经都说过 那注意啊 我们这几个风险的概念 要注意 什么叫重要错误风险 财务报有重大错报的 这种可能 它是可能 那不是必然有重要错报 在审计前有重要错报的可能性 什么叫解案风险 有错报 注意已经有错报了 然后我们执行成语 没发现的可能 什么叫审计风险 有重大错报 注意啊 咱们检查风险 他说 没说一定是重要错报 他说有错报 可能是重大的 然后做了程序 没发现的可能 审计风险是已经是重大错报了 然后呢 他说的是 我发表不恰当意见的这种可能性 所以虽然都叫风险 他实际上针对对象不一样 而且他表述也不一样 那咱要区分出来 不然的话考试当中 给了一个风险概念 然后呢 你不会分 那咱们后面还要学呢 比如到后面 我们会学 非穿上风险 非穿上风险 信赖不足风险 信赖过度风险 物受风险 物具风险 特别风险 好多的风险名词 所以现在咱们先把这个概念 先搞明白 我们现在才学了五个 审计风险 重要错风险 假风险 固有风险 控制风险 才学五个 后面还有呢 所以每个概念先搞明白 然后呢 注意 在既定的风险水平下 那这个就要注意了 说风险水平确定了既定了 那么可接受假风险 这个水平 可认定层次 重要错误风险 评估结果 是反向关于 一定注意 是认定层次 重要错误风险 不是报表层次 认定层次这一块 有的时候 前面也说过 我们给大家讲了 实物当中 事务所经过这么多年 已经判断出来了 或者说已经确定下来了 针对不同的业务 我们事务所的可接受的 水平风险水平 所以所谓既定的 确定的 就是我们事务所可接受的水平风险 这个水平定下来了 那接下来 我们来做风险评估 评估 重大错误风险 然后再确定我们 做审讯程序 这块的减软风险 而他们之间是反向关系 也就是说 评估的重大错误风险越高 可就有减软风险越低 评估的重大错误风险越低 可就有减软风险越高 但注意 这两句话的前提 逾底有是什么 是前面这句既定的 审计风险水平 你要没这个前提 直接说这两句话 这是错的 说这两句话 直接上来 没有前提 这就错了 好了 那这里 给大家说一下 一般情况下 我们事务所 来定义 我们这个审计风险 可接受的 或我们事务所确定的 这种审计风险水平 那大体上呢 是这么两个 那注意啊 我们事务所 我们主要是 把自己定义为是优等生 所以轻易不能出错 那优等生这块呢 让我们从小到大 这么多年考试是知道的 什么叫优秀 多少分 90分以上 那呢 不同的事务所啊 对着优秀定义不一样 有的说我90分以上 就是好的了 有人说啊 最起码就是95分 有的时候我是99分 注意 考试 小学啊 中学啊 咱们这考试可能会有100分 如果满分之100的话 有100分 但是呢 生活当中是没有100分的 那这时候你的优秀 达到95 达到99 已经要求极高了 那有的说我90就行 所以我们拿高标来说 优秀到95分 99分 意味着错 要比较小 所以呢 在这里面 我们要明白 要么呢 就这种 我可接受的 或我确定的 既定的审计分约水平 是5% 要么呢 要么呢 要求更高 更高一点 说呢 我们可接受的或既定审计分约水平 多少呢 1% 那这个呢 可以说应该是优秀了 非常优秀 这是我们说 对于呢 这个审计分约水平既定下来 既定多少 5%啊 1%啊 这么一个情况 但有些寿所要求没那么高 说我呢 90分也行 所以可以到10% 这样一个啊 那这咱们说 什么叫既定的审计分约水平 或确定的审计分约水平 所以这样的话呢 我们发现了 关于重大错误风险 和假风险的反应关系 在我们所要求的 审计分约水平下 已经定下来了 重大错误风险 低一些 我们皮肤重大错误风险比较低 我们可接受的假风险 就可以高一些 如果重大错误风险 是高一些的 可就有假风险 就低一些 所以是这么一个反向关系 那在这块 咱们还要注意 对于呢 咱们审计分约 有重大错误风险 有假风险 这么两个 我们是先定下来 那审计分约水平 可接受的 然后呢 我们去评估重大错误风险 然后紧接着 我们来确定 我们的检查风险 注意这个过程啊 那其中 对于重大错误风险 是审计前的 这是被审计单位责任 对于这个 我们住审师是没法控制的 因为不是你的责任 你控制不了 但是你能评价 评估一下 那假风险呢 这块 那这个呢 是审计后 有错报 你没发现可能性 那这是你的责任 那么假风险 注快试 是可以控制的 但是呢 不可能消除 它一定存在 在这里面 咱们还要提一点 对于这个审计风险 有没有另外一个 相反情况呢 说报表 没有状况错报 我们住审师发表意见 认为有状况错报 这种可能性啊 这个如果从理论上推的话 就是咱们从那 这种可能性推导的话 好像是存在着吧 但是这里 其实是 我们忽略不计的 这忽略不计的 因为正常来说 不会出现这个情况 正常的情况 所以什么叫正常情况呢 就是 99.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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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限向下 是不会出现这个的 这是一个啊 那在这里啊 咱们说了 有风险了 在这里啊 我们就要解释一下 关于对于风险的应对 后面呢 我们确实要讲的 但是呢 由于啊 我们来讲 对这风险的识别评估应对 这个内容 是在我们第四篇 第五篇 而很多名词呢 我们前面要用 所以我就放到前面 先给大家讲讲 关于应对风险的程序 应对写计风险呢 一个是重要错误风险 一个假风险 对吧 所以我们这个应对程序 就是要考虑 对重要错误风险评估 然后 做什么 做检查的这一块 然后呢 考虑假风险 所以要求是这样的 注意事要 实施 风险评估程序 根据风险评估的结果 做计则 所以一个是考虑 检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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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程序啊 这类的 那这个内容啊 将在我们第二篇就讲这些基本程序 这个基本程序啊 我说的是 风险评估呢 是在第四篇 然后再一个记忆部审讯程序 所以记忆部审讯程序 相对于分析评估了 分析评估是一个相对粗一点的 初步一点的这种程序 对被人单位的了解相对比较浅一点 进一步呢 就相对深入了 所以呢 咱们说了 它是相对于分析评估程序而言 进一步更深入了 更细致了 也就是我们针对评估的各类交易 账户余额 披露 认定层次 一定是认定层次 这个重要错误风险 来做审计程序 包括控制测试 包括实际程序 所以控制测试 是用来评价企业控制 在防止或发现纠正 认定层次重要错误方面 运行有效性的审计程序 叫控制测试 所谓的实际程序呢 指的是我们直接发现 认定层次重大错报 注意啊 这个职业指向重大错报了 发现认定层重大错报的 做的程序 包括一种叫写色式 又叫实际分析程序 注意啊 这段内容 咱们是先有个印象 因为后面我们将反复用到 这个名词 但真正展开讲 最起码要到第四篇 第五篇 那这样的话呢 你说中间格这些内容怎么办啊 那咱们先有个基本的认知 先有个概念 然后呢 咱们一点点去用它 到第四篇 第五篇 真正认知它 好吧 这是咱们来说 关于这个审计风险的确定 虽然我们是定下审计风险 反向来做风险评估 反向来确定假风险 就这一块 但是呢 我们说了 审计风险啊 是不可能将为零的 不可能消除的 因为有固有限制 所以我们要讲讲 关于审计的固有限制 这个内容 咱们来看一下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啊 就在考试当中 特别爱考它 关于它固有限制 我们来看一下它相关内容啊 首先咱们来说 对于审计 它固有的局限性 那就是说 审计存在固有限制 我们不可能将审计风险降到零 那审计风险不能降到零的话 我们就不可能对财务报表 不存在舞弊错误 导致重要错报 或者绝对保证 所以一开始 我们就说 我们的审计是个合理保证 是高水平的 但不是绝对的 不是百分之百的 那这它固有限制 就是做这样工作 它就有这种限制 就做不到一个绝对 我们可以无限的 向百分之百去努力 但是达不到 达不到 所以你又说 那我这个项目 一点错都没有啊 有可能 那下一个项目呢 下一个项目 不可能对吧 你可能在某一个上 接近这种完美 但下一个就不会了 我觉得每一个都不可能达到完美 你可以无限接近 但达不到 那我们能去无限接近就已经很好 那么我们来说一下 为什么有固有限制 它固有决定性来自于什么呀 这个是要重点掌握的啊 对于这固有决定性 很有意思的 一个呢 就是财务报告的性质 我们的针对对象是财务报告 财务报告本身 就有很多的不确定性 那再一个呢 关于我们审计程序的性质 我们的程序 也使得我们能够做得 这个极致 就是很多东西我们想做极致 做不到 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个 关于呢 财务报告的极致性 和成本效益的衡量 就是财务报告呢 对外报告要及时的 它虽然要经过我们的审计 但是呢 使得我们这个审计 也不可能无限的做下去 不可能无限的做下去啊 这话 那分别来说一下这几个 那 首先关于财务报告的性质 那咱们以企业的会计为例 所以对于管理层编制财务报表 过程当中 它也有很多职业判断 那咱们前面解释过 职业判断是以不确定性为前提的 既然不确定性 谁都不能做一个绝对保证 说我职业判断百分之百 一点都不错 就是做不到的 这样一个 那再有 有些报表项目 它本身就一定的变动幅度 它这个并不可能是通过 我们做更多审计程序 来销售用变动幅度 有这个变动幅度 本身就是不确定性 因为这是我们快中 大量运用的快估计 举一个大家熟悉的例子 比如说 我们具体供应资产的为折旧 我们学的时候都可简单了啊 就学的时候 这数一定是一分不差的 说供应资产原值100万 预计算是为零 能用十年 然后问你一年多少折旧 十万吗 好了 有一个问题 这公资产 我就算你原值100万 一分不差 请问 十年 我有没有可能 我合理去用的话 我多出两三个月 可以对吧 也可能少两三个月 也可以 那么同时 我的预计算值呢 可能算值的确不高 很低 也可能呢 值点钱 比如说我这预计算值 1000块钱 用100万的公司资产 到最后 都用完了1000块钱 还是可以的 对吧 咱们说 按照咱们说 这种呢 可会用资源来考虑 它是不是也可能 能卖出100块钱 或1000块钱 那你怎么残值就一定为零呢 不为零 那为什么我们在很多时候 接受这个结果呢 就是因为 它在一个合理范围之内 所以我这个公资产啊 它使用年限 根据经验来看 是9年08个月 到10年02个月 那我们快当中考虑一下 得了 咱们就按10年吧 这样好提折旧 是不是 不然的话 你说我是按9年11个月 上线下线 相加一筹二 9年11月 那下面的财务肯定说了 那我这折旧多麻烦呢 我9年11个月 那多麻烦呢 说得了10年吧 好算 是不是可以 可以 说预产残值 说国家到时候 可能能卖个1200 1300 算了 就这一点钱 相对100%公司资源 这12001300 没什么太大意义 这个百分比太小了 得了 这个咱们就按0来做吧 到时候 它也不一样重要性 1000块钱 那到时候 没准就80块钱了呢 你说为这80块钱 你还判个行不成 好了 那就说明 本身我大量的会计估计 在里面 它不可能做到一个绝对错误 所以你看我们呢 会计核算当中 那报本列报 远角分 一分不差 你甭管多大的企业 只是报表反应 比如说啊 我们有的这个企业规模太大了 所以我们是以呢 这个到千元的反应 因为它是那几百亿的企业 所以报表到千元 那一般企业啊 达不到这个程度 那可能我得报表到分 圆角分 你看这个那么精确 有时候咱们做报表 差一分钱 都会呢 很头疼 死活地买这一分钱找着 但是 真的吗 一分不差吗 不是的 所以呢 这个报表 它不会真的一分不差 它有一个合理发育之内的变动 就行了 那有这样变动就行了 那么通过财务报表 本身性质就决定了 我们审计 你怎么审 它也不可能是一分不差的 一个情况 这绝对的 那分 那就一分都不差的 以离都不差的 那都不可能 但是在合理发育之内 人们能接受 所以最后差了一分 差了那十块二十块 没关系的 这企业这么大 那你看我们巨型企业说都到千元了 说那千元之后 那有几百块钱的错误 无所谓的 都这样的情况 对吧 那这是报告的情况 再有审计程序的性质 我们做的程序也使得我们很难做到一个什么 所有东西都能查到 一个呢 我们来说对于审计程序这一块 我们是依赖于被审计单位 他所提供的信息 那被审计单位管理层或相关人 也可能有意 也可能无意的 不提供与报告编制有关的 或我们所要求的全部信息 就我们很担心 他提供信息不完整 但是呢 也可能有意就不想给你这些 也可能他无意中 他并不是说不想给你 但他就漏了 所以即使我们做了程序 想获得所有的信息 我们也不能保证完整性 因为他可能是无意的东西 那故意的更可能会隐瞒 这一个我们想要的信息 不敢保证完整性 但是呢 我们做相关程序合理保证 那正常来说这类信息就高了 这类信息就高了 合理保证 再一个呢 如果他是舞弊行为 精心策划 蓄意实施 自动隐瞒 所以有一些我们收集证据的程序 对于发现舞弊是无效的 是无意的错报 那我们能发现 因为无意错报都摆了呢 他也不是想拿错 但有一错报 他又要掩盖 那使得有些程序 我们是没办法去发现舞弊的 但你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舞弊 那再有呢 有一些 那我们呢 去获得信息 但是我们没有这个法律上的权利 我们并不是对涉嫌 违法行为的官方调查 而有的时候 这个调查又是必要的 但人不配合你 你也没办法 所以有的时候啊 说国家审计好一点 因为国家审计有他一定的权利 国家赋予他的 这块审计呢 就差一点了 在这一点上啊 只是在这一点上啊 这块 所以审计程序性质也决定了 不可能做到一个决定保证 那再有呢 这个报告对外爆出的问题 那财务报告对外爆出 他有一个时间限制 太晚没意义了 那所以呢 这使得我们 朱盖世 首先 要计划审计工作 那因为我们资源有限 而且呢 他又很着急出这个报告 所以我们计划审计工作 那 家审计资源投向 最可能有重要挫暴风险的领域 那包括我们的 这种成本效益的衡量 导致说有一些 咱们就只能是抓大的方向 说哪最可能有重要挫暴 我们就在哪多花工夫 那再有呢 我们本身到后面会讲到 我们要运用测试 哪下方检查作用中存在挫暴 可能选特定项目 可能运用审计抽样 这又不是百分之百检查的 绝大多数情报 所以这也导致了 我们的审计 没办法做一个 所谓的全面的检查 这样一个 所以呢 综合看起来 财务报告本身的性质 审计成性质 加上这种报告解决性 成本效益衡量 导致审计必然存在着风险 存在这种可能性 这咱们来说 不有限制来源 一定要掌握 好了 那我们在这里啊 学到这儿 稍微回顾一下 我们前面讲过三分关系人 一要管理层是责任方 一个驻驾师 然后不用管预计使用者 然后讲认定目标的时候 一要是管理层认定 一个驻驾师的使用目标 特别是具体的目标 讲风险的时候 管理层这一面 它是重要作用风险 我们驻驾师主要是 面对那个检查风险 那检查风险 然后呢 关于这个固有限制的话 一个财务报告的性质 也是我们审计程序的性质 责任划分这话 管理层是快议责任 我们是审计层 所以你看这都是有关联的 咱们学习这些东西 都有关联性啊 这话 那在这里咱们要说明啊 对于审计固有限制 它存在着 所以即使我们按照准则的规定 适当的计划 证据审计工作 也不可避免的存在着 说报表里有某些重大错报 它不是有错报未被发现 而说有重大错报 未被发现的这种风险 这不可避免的 所以呢 这个审计风险一定会存在着 那么再有 说我们完成审计工作之后了 说发现了有舞弊啊 有凑啊 导致报表重大错报 这个事本身 并不是说我们重大事 没有按照审计准则的规定 执行这个工作 你不要来事后重量 说你看这里有重大错报 你都没发现 你一定没好好干 这是俩事 有重大错报没发现 可我一定没有好好干 这是两个事情 那当然你得证明 你按照准则的规定 来做了工作了 怎么证明 拿低稿来证明这一点 那此外呢 还有一点 说审计有固有限制 就放在这了 那得了 有重要错报 没发现这不可避免 存在的这种风险 那我就拉倒吧 这也不行 所以审计的固有限制 并不能作用重大事 满足于那些 识服力不足的审计证据理 就是 你呢不可能在生活当中 打这一百分 但要无限的努力 像什么 像这个 九十分啊 九十五分啊 那九十九分去努力 像这个优秀去努力 你不能说 哎呀反正也打不了一百分 一定会错得了 随便便他们过吧 像咱们现在很流行的 哎呀我就躺平吧 那你不要努力 一努力就要卷 不要来这套 那 我们还是要努力 还要努力做好 做这个行业就这样 啊 生而为人 咱们就要这样 好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考题情况 啊 去年 一个 咱们学员的回忆版啊 这个题目 我们看一下 说下一个大大中 注意 不属于 审计固有限制来源的是 A 财务报告预计使用者的期望 B 财务报告性质 C 财务报告的解决性 成本效益意义的衡量 D 生意程序性质 那咱们说了半天 就根本没有报告预计使用者的期望 这个东西 对吧 根本没有啊 我们说了这三个 BCD 是固有限制来源 A 不是 所以人们不属于的 把A选上 因为人问的就不属于 这是个去年的 对吧 然后20年 20年也是个单选题 说下列各样大中 不属于 依然问不属于 审计固有限制来源的 但是呢 这个可不是啊 我们呢 上一个题 上一个题过于简单了 直接把那三条拿出来了 这个呢 有点内容了 A 官层编制报告时 需要做判断 B 官层可能不提供 助爱师所要求的全部信息 C 助爱师在合理时间内 以合理成本完成审计的需要 D 说助爱师对重大 聪明风险的评估 可能不恰当 哪一个不属于 录制人来源 一个财务报表的性质 一个审承性质 一个呢 财务报集合性 和成本效益的同感 那A呢 他说的其实就是什么 财务报表的性质 要做职业判断 管理层 B呢 是审计程序的 这种性质 C呢 就是成本的 效益衡量的 这个问题 及时性的问题 ABC 其实就是 关于过有限制来源的 具体展开的内容 但D不是 对重要聪明风险评估 可能不恰当 这不是过有限制来源 过有限制是 你不管怎么做 一定会存在的 二呢 风险评估可能不恰当 这不是说 那不有限制 它不是一定存在 所以D不属于 那这个我觉得 20年这个内容 需要大家好好的学一下 因为我觉得考试嘛 像我们二年那个 那就是太过简单了 直接把那表面线 拿出来了 我们需要往深的挖一下 多走 那多走一步 多学一段 然后呢 考试回忆版的 也有这么一个 也问不属于审计的 不有限制来源的 一样的 那你看啊 差不多 差不多 但不是完全一样 A 关于层可能不提供 我们所要求的全部信息 B主管是在合理实验内 合理成本 完成审计 完成审计需要 C 关于层编日报表时 需要做出直接判断 那这个其实和我们上语 是一模一样的 但D 有所不一样的 D说 主案师可能没有 按照审计准则的规定 执行审计工作 那这不叫固有限制 固有限制是 即使我们按照准则规定 执行了审计工作了 也不可避免存在 某些重要错报 未被发现的朋友 对吧 所以这不是固有限制 所以答案还是第一选项 所以这道题目呢 就不用再看ABC了 上一道题就够了 D选项 多看一页 福西当中 咱们说 历年试题怎么看 绝对不是给你讲一讲 然后呢 就答选什么 而是说 咱们福西时怎么看 是个关键 19年 依然在问 不属于 不有限制来源 不属于的 A 驻外师获得证据的能力 受到法律上的限制 B 驻外师可能满足于 说服力不足的 使用证据 C 观级层可能不提供编制报表相关的全部信息 D 观级编制报表过程中 可能运动到职业判断 那还是我们说的 这种展开来考的这个内容 不是那三条了 但是呢 我们可以归类为这三条 比如说 这是审计程序的性质 那我们会正与能力 是法律上限制的 比如说C 那也是审计程序的性质 我们依赖于人家的配合 他不可以提供 有意无意的 D呢 是属于 财务报表的这种性质 但B不实 对吧 说我们满足于税务力不足水晶争 这不叫固有限制 这不叫固有限制 既是固有限制 我们也不能满足于税务力不足水晶争 选择B选项 所以这道题我觉得 也还是应该 学习和掌握的 你看啊 他都是把这个内容展开来考我们 然后18年 18年呢 都问的啊 这个要注意 说下来学习中 属于神医固有限制的有 但这是个多学 许多财务报表项目 是一道主观决策 评估或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 而且可能存在一系列 可接受的解释或判断 这报表项目本身有其不确定性 而且这种不确定性 没法突破 做更多程序来消除 因为一系列都可接受的解释啊 那这个是不是够有限制 是的 哪一个 财务报表项目 并呢 说背信单位管理层 可能拒绝提供 助外师所要求的某些信息 而我们神医程序 就受到这个限制就是什么 他有意或无意的 不提供我们要的信息 那这个是啊 这是一个有意的对吧 拒绝提供 所以呢 说助外师并没有为授予调查 被领导单位涉嫌违法行为 所必要的特定法律权利 那这也是审计程序的这种性质 对吧 原性 那再有呢 助外师要将使用资源 同样最可能存在中央速报风险领域 相应的减少其他领域的使用资源 那这是 关于 说关于财务报告的其实性 和成本效益的衡量 那这也该选对吧 所以这个作业题 ABCD多地选 都要选 所以多选题 一直都是我们 不好得分的一个提醒 在我们审计当中 一般咱们学员都靠单选题得分 然后呢 多选题就瞎蒙 那然后到了假题 综合题就乱写 那我跟大家说 你跟着我 咱们单选题不用说了 然后呢 简答题 综合题 也是好得分的 没大家想那么难的啊 但是多选题这一块 那就得扎扎实实的来 因为多选题 它没有什么更多的技巧 单选 简答综合都有技巧 只有多选 它要的就是掌握 那我代理就是让你把它掌握了 扎扎实实掌握住 好吧 然后18年 那考证回忆版 说夏里克上当中 导致审计顾有限制有 还是多些 取得财务报项目 涉及到主观决策 评估已进程度不信任性 没有问题 关于这个报告编制这块的信息 财务报告的信息 所以主要是获取审计证据能力 受到实务和法律上的限制 审计程序的限制 然后我们主要是正在合理学内 以合理成本完成审计工作 那这也是成本效益衡量 那财务报告其实性的问题 也没问题 第一主要是审计能力可能不够 那这不是审计固有限制 这不是故意我们只要把它解决就行了 我们找设计能力够的不就完了吗 设计能力够是不是没这条了 但你设计能力够 这些你要面对 法律实务的限制 你再强设计能力也解决不了 快的主观决策评估不确定性 你专项再强也是一样的 所以合理时间和你成本来完成审计工作 那我们这行业就这个现状 所以ABC固有限制 D不是 所以你看啊 我们这一个点 这个内容 这并不难对吧 考试考的可是乐此不疲啊 单学出多学语图 就这点没完没了的考 那是不是你得分呢 必须得分 好吧 那这是咱们来说 关于使用的固有限制 那到这呢 我们是将啊 我们第四节内容 审计分野模型给大家讲完了 应该说啊 我们做任何一项工作 基本都是按这么一个思路来 那这工作 它的基本的概念是什么 我们要干嘛呀 这基本概念来跟你讲 然后工作要求 那此外呢 我们工作的目的 工作目标 怎么叫完成这样工作 工作目标 因为目标达成了 就完成了 对吧 然后此外 考虑这工作当中 存在的错的可能性 叫风险 咱们做任何工作 都面临这种风险 这哪容易错 那其实呢 我们这就按正常工作来 但是呢 审计这个 还有它特务性 就是我们做审计工作 一定要知道 我们要和人打交道 经常呢 会听到很多的这个说法 请咱们学员 经常来说一句话 说老师 我这个人呢 不善于和人打交道 所以呢 我想做助快师 我觉得做助快师 不用和人打交道 我说你错了 做助快师 最需要的 就是和人打交道 所以呢 咱们接下来 还要给大家说一说 我们审计中 相关的 遇到一些群体课题 那要和他怎么去打交道 当然呢 我们先认知 怎么有哪些人 好了 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然后进入我们 下一节的学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